被俄罗斯和清莫斯科势力控制的乌克兰四个省 正准备在周五举行加入俄罗斯的公民投票 这一举动被西方广泛谴责为非法 是俄罗斯非法吞并乌克兰的前兆 请看本台记者全身的报道 俄罗斯任命的领导人周二宣布了投票计划 这是对西方的挑战 可能会使战争急剧升级 结果被视为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已成定局 乌克兰及其盟国已经明确表示 他们不会承认这一结果 占乌克兰领土约15%的卢干斯克 顿涅斯克 赫尔松和扎布罗尔省的投票 将于周五到下周二举行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发动一场导致数千平民死亡 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并损害全球经济的战争 正试图在冲突中重新占据上风 俄罗斯认为这是该地区人民表达观点的机会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早些时候表示 从行动一开始我们就说各自领土的人民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 而整个当前局势证实了他们希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乌克兰表示 俄罗斯打算将公投结果作为民众支持的标志 然后将其作为吞并的借口 类似于其在2014年接管克里米亚 但国际社会并未承认这一点 由于其在2014年接管克里米亚